老鱼忙活了半辈子 本以为退休后能够好好享福了 不想一次体检查出了肺癌 虽然还没到晚期 但也足够可怕了 通知了家属之后 当天就办理了住院手续 这突然的重病 让老徐细时时接受不了 有一段时间老是睡不着做个梦 治疗效果可想而知了 不过在一周的思想斗争之后 老鱼也逐渐看开了 这份坦然一部分是归功于儿子的劝谨 另一部分要归功于他临床的一位病友 这位病友和他年纪差不多 姓李叫李来贵 老鱼平时就叫他老李头 这老李头得他也是癌症 具体是什么癌呢 他一次也没提过 老李头就从来不和老鱼 谈论自己的病情 说的全是自己以前的一些生活经历 两人虽然经历不同 但性格上接近 所以格外聊得来 老李头家里条件不怎么好 这个从很多方面都能看出来 比如这平时吃的都是米饭加咸菜 就别说水果牛奶什么的了 而且每次护士来送药的时候 他总是忍不住询问药的价格 而在得知药品价格之后 他的脸上总是露出些许的阴沉之色 说是有一天下午 两个老头就聊起了生死的事情 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 老鱼已经看淡了不少 所以也不避讳这个话题 咱都到这一步了 也没啥好避讳的了 这土都埋到脖子上了 要是真到了那么一天 死在医院这种地方 真是 很快 他们就把话题聊到了归宿上面 老里头在这一点上 似乎早有打算 回答起来一点都不犹豫 这还用说 肯定要死在自己的屋里 什么 不都讲究个落叶归根吗 谁说不是呢 这事儿 我得和我儿子商量商量 有了老里头的肯定 老鱼声音也高了一些 没想到老里头笑了一笑 老哥 我也不买你了 下周我就出院了 嗯 怎么的 是要转院吗 老鱼知道这病治不好 不可能是痊愈出院 老里头子摆摆手 眼神流露出一丝 不易察觉的冷漠 我这病治不了 与其浪费这个钱 躺在医院 还不如躺在自家的屋里 听到这话 老鱼意识语字 不知该说什么好 不过关于死在家里的想法 也在他的心里生了根 一说之后 老里头的儿子果然来接他了 他儿子媳妇的情绪都不好 放弃治疗这事儿 放在哪个人去头上 都是件沉重的事 不过老里头精神格外好 像是获得了新生一样 在分别的时候 老鱼心里很不是滋味 声音都变得哽咽了 老里头啊 咱这一别 恐怕要来世再见了 你要多保重啊 老伙计啊 这城里医疗条件好 你的病也不是完全治不好 我在老家空气好 说不定也死不了 别说的那么悲观呢 老里头健壮 赶忙安慰老鱼 他们早就互留了电话 即便分开了 也能互相联系 记得给我打电话 等病好了 咱哥来好好喝一个 等老里头走后不久 老鱼的病情就进一步恶化 尽管自己有求生欲 但癌症是无情的 化疗的痛苦 时刻在提醒他 这死神的可怕 他也逐渐思考起 落叶归根的问题 对比于医院的冷酷 他想起了家的温暖 在一个下午 老鱼就跟儿子提起了这件事 儿子 这病 我知道 治不了 老鱼刚想说下去 没想到儿子一下就生气了 爸 你怎么说这种丧气话 现在医疗这么发达 癌症也不是治不了的 然而老鱼并不打算把这件事憋在心里 儿子呀 万一真的到哪一步 我想 反正是死 能不能让我死在家里啊 讲到这儿 老鱼的儿子已经不耐烦了 爸 这医药费才又不是出不起啊 您就安心在这儿住院治病吧 被儿子这么一说 老鱼也只能不提这差了 但心里并没有把这件事放下 又过了几天 连续的阴天之后 太阳终于出来了 老鱼心情不错 靠在病床上听着评书 才听了一会儿 他就听见门被推开了 老鱼微微探头 便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原来是老鱼头 让老鱼纳闷的是 楼里头红红满面 一点也不像病人 只见他慢悠悠的 坐在了老鱼旁边的床上 老伙计啊 最近咋样啊 你咋来了 你病好了 老鱼可不关心自己 他的疑问还没解决呢 于是他也坐了起来 老鲼笑了笑 没谈回事 我爷就胡乱找了些中药方子 下吃呗 老鱼啊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 落叶归根的事吗 老鱼是听得云里雾里的 老鲼又说话了 关于这事 虽然被儿子拒绝了 但老鱼并没有把这事放下 哎呀 儿子没同意呢 我打算过段时间再和他说 谁知 老鲼却一反常态 老鱼啊 你就该听你儿子的 要对现在的医疗技术有信心 安心的在医院治病啊 说完这话 老鲼像是有什么急事似的 起身就要走 我得走了 还得赶路啊 整个过程 老鲼都没有在看老鱼一眼 急匆匆的就出门了 对于老鲼的异常 老鱼半天没反应过来 不过到下午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了老鱼说的一句话 我也就胡乱找了些重要方子 那时候老鲼不知道为啥这么急 都没来得及问他重要的配方 想到这儿 老鱼就拿出了手机 他有老李的号码 手机拨了好几次 才有人接听 但接电话的并不是老李 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老鱼赶紧说明了自己要找谁 我 喂 我想找老李 他在吗 而那男人声音有些哽咽 我爸 我 我把他昨天去世了 你找他 有事吗 老鱼的脑袋一下就蒙了 昨天去世的话 他今天看到的 是鬼吗 最后 老鱼在电话里随便堂栽几句 就挂了电话 没事 我就是以前他的一个病友 但是老李头下午 确确实实是看他来过 这一点他是绝对肯定的 等到了下午 护士小梦过来跟老鱼换药 老鱼就问护士 关于老李的事情 前段时间 我临床的老李 他为什么急着出院呢 说到这事 护士小梦脸色一沉 叹了口气 哎 老李的病 其实还是早期 如果及时手术 治愈的可能性很大 医院也反复催他手术 老鱼的心头 像是被中锤了一下 那他咋出院了 是他儿子的意思吗 说到这儿 小梦的神情更加落寞了 哎 老李家条件不好 做手术得花好多钱 他不想他儿子以后 为了他 背下一笔巨债 所以就 小梦没有再说下去 而老鱼心头的疑问 却有了解答 今天下午老李来找他 其实就是劝他 不要像自己一样 毕竟老鱼的家庭情况 要好很多 更有信心坚持治疗 到了晚上 儿媳妇小芳过来送饭 等吃完饭 老鱼又躺回了床上 小芳就来劝起了老鱼 爸 您安心养病 别老往不好的方向想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哎呀 有你们在 真好啊 老鱼知道 肯定是儿子 把落叶归根的想法 说给他媳妇听了 然后又想起了老李的遭遇 不禁是泪流满面